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格来说 澳大利亚一直没有深度参与到一带一路计划中 所以它这次高调撕毁协议对双方的实际损失并不大 最大的坏处是影响不好 一带一路计划最早在2013年9月份提出 规划的路线有两条 一条走陆路 途经俄罗斯和中亚国家 兵分三路到达欧洲 这个叫丝绸之路经济带 另一条南下走水路 过印度洋 地中海 到达欧洲 这个叫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从两条路线可以看出来 一带一路的核心在亚洲和欧洲 顺道眷顾了若干非洲国家 而遥远的澳大利亚能加进来纯属意外 它现在离开也并不意外 一带一路是个提升基建水平的计划 但是沿线国家都不太富裕 为了方便融资筹款 2014年我国发起成立了亚投行 当时澳大利亚看了心动 也想把自己的闲钱投进去赚利息 可是美国坚决反对这个项目 这就让澳大利亚很犹豫 在利弊之间是反复挣扎和徘徊 最后踩着截止时间交钱 成了亚投行的创始国 加入亚投行 是澳大利亚唯一 以国家身份参与一带一路计划 它的股份大概占了3.7% 至于计划本身 它一直持反对态度 长期有各种阴谋论 自欺欺人 虽然澳大利亚是个发达国家 但它的基础设施一般般 跟那些中亚国家一样 需要一带一路的好处 这个又让它陷入了利与弊的痛苦挣扎 时间到了2018年10月份 维多利亚政府 怀着提升基础设施的美好憧憬 直接跟我国政府签署了 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 懒得理会草木皆兵的联邦政府 一年后的2019年10月份 还是维多利亚州政府 又跟我国签署了 一带一路框架协议 亚投行的小股东之一 维多利亚州的谅解备忘录和框架协议 这就是澳大利亚 参与到一带一路计划的全部内容 虽然算不上是深度参与 谅解备忘录 是双方在早期接触和商讨过程中 对达成的意想和共识 所作的文字记录 属于谈判中很基础的文件 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框架协议当然比备忘录要正式的多 它属于双方大方向和主要内容方面的合同 涉及到具体执行时呢 还要在此基础上另外签详细合同 框架协议有法律效力 违反协议的一方呢 需要按合同承担责任 只是这两个文件是维多利亚州政府签的 并不能代表澳大利亚政府 整个澳大利亚有六个州和两个领地 所以啊 这两个文件只能代表了八分之一个澳大利亚 联邦政府反对 州政府同意 这就是口上不愿意 身体很诚实的典型案例 这种上下不一致的事啊 能够发生 之后呢 联邦政府又能够取消 这中间涉及到了一些诡异的权限问题 澳大利亚玩的是联邦制 六个州呢 在结构设计上类似六个小国家 跟国家的最主要区别是各州不能养自己的军队 也不能以国家的名义跟其他国家结交 这两项特权归联邦政府 至于其他大部分领域的交往合作呢 州政府自己说了算 也就是说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管不了某个州 去跟其他国家签署经济协议 要管那就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有了这层制度保护 维多利亚州才跟我国签了一带一路的框架协议 这个操作一点毛病都没有 底下人不听话 澳大利亚州政府当然很不爽啊 自从2018年签下了谅解备忘录 联邦政府就对这个事是耿耿于怀 到2019年又签了框架协议后 联邦政府简直被憋出了内伤 于是千锋百计在2020年的年底 通过了外国关系法 联邦政府梦寐以求的否决权终于到手了 从此它可以撕毁各州政府 与他国签下的任何协议 法律通过后呢 澳大利亚外交部就搓着双手啊 忙活上了 首先拿维多利亚州开刀 将该州历史上所有签过的 一千多项协议翻了个底儿朝天 最后呢否决了四项协议 分别是1999年和叙利亚签署的 科学合作协议 2004年和伊朗签署的 教育谅解备忘录 2018年和我国签署的 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 还有2019年和我国签署的 一带一路框架协议 这四条协议啊 涉及教育科技和经济 内容本身没啥毛病 也不能威胁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 但是呢 签署国伊朗 叙利亚和我国呢 都跟美国关系不好 澳大利亚这是赤裸裸的 对人不对事 拜登看的呀 一定很欣慰吧 澳大利亚是个白人占比 达92%的国家 这些白人组上来自欧洲 当然呢 他们登上澳洲大陆后 利用枪炮和并军 消灭了本地土著 然后将这个大岛屿据为己有 征服过程和殖民北美 有相似之处 这就一定程度上 拉近了澳大利亚 和美国的心理距离呀 假如美国啊 现在是个不发达的三流国家 那么呢 它也会跟澳大利亚一样 站在遥远的北美 遥望欧洲 为欧洲马首是战 唯恐欧盟啊 忘了自己 既是外交政策 让自己遍体鳞伤也要忍着 但是美国混出来了呀 它成了白人世界 乃至全世界的最强 所以啊 澳大利亚丢下欧洲 追随美国 以前美国爱打仗 没场战争呢 澳大利亚既不迟到 也不缺席 现在美国爱玩经济制裁 和外交对抗 澳大利亚表现出了 飞蛾扑火的精神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终签于关税和经济制裁 当时澳大利亚呢 也胡家胡卑地跟着表演 可我国是澳大利亚 最大的贸易伙伴 和最大的出口国呀 所以呢 他的行为啊 还算克制 2020年 新冠肺炎从天而降 在特朗普无知 和自大的不懈努力下 美国终于收获了 灾难级的疫情 特朗普呢 无赖地给新冠肺炎乱起名字 澳大利亚惊喜地发现 这个医疗领域 两国猫一额不多呀 于是 第一个跳出来 要我们赔偿 然后呢 就没有然后了 2020年5月 我国禁止了澳洲的牛肉 9月禁止了多次 发现有害生物的大麦 10月份 停止进口澳大利亚的煤炭 棉花 和长了虫子的木材 11月份 暂停进口澳大利亚的 红酒 铜矿 食堂 龙虾 和其他海鲜 这个清单呀 目前呢 还在持续更新中 2020年 是澳大利亚难忘的一年 是它痛失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一年 鲁莽的外交 带来了巨大的出口损失 假如这些损失 美国能完完整整地 给它补回去 那澳大利亚就可以 没有后顾之忧地 继续鲁莽下去了 而美国要做到这一点呢 需要在2021年 把消费能力和工业制造能力 同时翻倍 这个怎么做到呢 即使把罗斯福新政 和马歇尔计划 各超十遍都办不到 而拜登手里 只有个纾困计划 年迈的拜登上台后呢 搁置了金钱纠纷 重新整顿那些 被特朗普拿钱 伤害过的盟友 竭尽全力 拉拢他们 抗衡我国 拜登和他的部长们 游说盟友们的理由 让人记忆深刻 中国再破坏国际规则 再用经济手段 挟迫其他国家 用经济手段 挟迫其他国家 这明明是特朗普 开的头啊 还把最有破坏力的部分 留给了我国 拜登如果有诚意的话 应该先把特朗普 拿出来批判一番 再把他的错误行为 立即停掉 最后 教会澳大利亚 在国际上做人 这诚意一旦到了 自然就可以聊聊 到底什么叫 用经济手段 挟迫其他国家 被挟迫和伤害的澳大利亚 并没有收敛 而是按原计划 在4月21号 否决了维多利亚州 签署的 一带一路相关协议 看来呀 澳大利亚没打算修复 已经覆水难收的中澳关系 也没打算 让那些严重击押的商品 恢复出口 拜登政府 会为他的勇气点赞 但是呢 澳大利亚可能会永远的 离开一带一路 由于澳大利亚的参与程度不深 所以呀 他的退出伤害并不大 但是影响却很差 他向全世界表明了一点 原来一带一路 是可以退出来的 这就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头 伤害了整个计划的稳定性 跟英国脱离欧盟啊 伤害了欧盟的稳定性呢 是一样的 有朝一日 当英国再次萌生 重返欧盟赚钱的想法时 欧盟一定会无情地拒绝的 不管那时候英国混得多好 也不管英国的申请书写得多厚 欧盟要维持组织的尊严和稳定 要让其他27个成员国 知道脱不是儿戏 离开的代价 是再也回不来 少拿脱欧等筹码提条件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一带一路计划 大概也不会欢迎澳大利亚了 不管澳大利亚的态度多么诚恳 申请书啊 写得多厚 要警告其他人 总得牺牲一个人 如果那个人是自我牺牲 那就再好不过了 若干年后 如果澳大利亚人呢 因为出口不景气 而心情沮丧 因为看到一带一路业务繁忙 而心头发热 他们可能会后悔 2021年做出的那个鲁莽决定 然而呢 历史不能重来 人间呢 也没有后悔要 好了 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聊到这 欢迎针对本期节目的任何评论 和分享 关注局势军 让我们一起进步